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常聽別人說針息捐迪 原來真的沒有起上來 一毫子都是很重要的 我又講到這裏 我又講一下 我有一次 那時是有錢的 我在養和醫院已經畢業 我還未曾有正式的工 在養和醫院做私家看護 私家看護我做夜班 晚上12個小時 8點至翌日8點 有75元 其實我那時有錢 但我那時到早上下班 我忘記拿可包 但我上車時坐電車 就去到佐敦道碼頭 統一碼頭過海 就是佐敦道 我在那裏住 過了海就不用再坐車 我上車時 有人和我上車 人家給我錢 到下車我要過海才發現 糟了我一毫子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我便問那些報紙 他在開店 我可否借一毫子給我 今晚他經過還給你 雖然一毫子都沒有肯借給你 會的 一毫子都沒有肯借給你 心態也是怕你騙他 我騙你也是一毫子 但當時那些人可能都是艱難 那時候 一毫子都沒有人借給你 那我怎辦呢 又很睏 當時做完私家看護 翌日都很睏 做了十二個小時 你都沒有法子 難道游泳嗎 結果我便在陪回 希望遇到熟人 結果我真的遇到熟人 好運 我說我這樣 沒有所謂 他便給我錢 那幾毫子便回家 這件事便解決了 所以便說 原來沒有起上來 是這麼艱難的 是的 不要小看一毫子 你沒有了那一毫子 你過不了海 我有一個故事 我親自年輕時 我在巴士撿了一個五毫子 年輕人不懂得死 拿起那一毫子 扔在巴士上 他走路 扔完之後 翌日就二眼煲 我就是差一毫子 沒有錢 那你便知道 所以人生 這個故事不是叫人貪心 而是叫人要接見 不要說立戀 原來沒有起上來 真的這麼艱難 差一毫子 就是差一毫子 是的 你坐不到車 你都不夠住 你看著海 難道你游泳嗎 是不是 我本來看見那間屋 在哪裏 我住那裏 但當時我已經不 那個時間 不是在上海街住 已經在我四哥那裏住 就是在佐倫道馬頭那裏住 就是這樣 我也是 講開 我當時就是這樣過日子 這一段時間我又做什麼呢 除了教書 補習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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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勤力 我是由OEC那本書 即是相當於小學三年班的課本 OEC第三冊開始 讀A Pen and Amen 是由那時候開始讀 一個星期讀完 學完一本 那個老師好 他收我十元 天天去尖沙咀金巴厘 那間什麼大廈 做戲都做什麼 金燒大廈那些 重慶 不是重慶大廈 不是 是香檳大廈 是香檳大廈 是 我去那個老師很西化 他經常講英文 但他收我十元 天天有一個小時 教書 那本OEC第三冊 一個星期讀完 到第四冊 就是四年班 我一個月讀完 到第五冊 第五冊 就是五年班 我三個月讀的 那時候很勤力 很拼命 我不知道為了什麼 總之我覺得我不懂這件事 我就要讀的 然後就讀到第六冊 第五冊 第五冊 五年班 第六冊 就開始教作文 其實我那些池類都是很少的 而且這樣急著說 我其實都存不到多少東西 不管我沒有什麼目的 其實就是 好過我浪費了些時間 那時候 那時候就讀 沒有什麼 像小女孩 但是自己也想 如果我懂得多一件事 最重要是懂英文 那我走出了一條路 或者有速度 就是這樣想 那我嫂子的媽媽 她就去她的女兒那裡 去我嫂子那裡 又打麻將 唉 她就說 你 不用這麼緊張讀書 嫁給她 不如嫁吧 女人都是最重要 嫁的好老公 我說 你好老公去哪找 去哪找 她說 我有個朋友 駕駛的士 她有駕駛的士 自己的 不用供的 那時候的士都不便宜 起碼都很貴 起碼她有一件事 對 還有一件事 她的士自己駕駛 就不用給租 然後租一間給人 她有租收 這裡她有收入 養得起你 第二件事 她就在蘇屋村住 有一間年租屋 有得住 有得吃 其實嫁她 她是好兒子 不嫖不嫖 我心想別人去嫖 你知道嗎 你說而已 我心這樣說而已 我免得跟別人爭辯 真的不知道 未知數 你嫁一個老公 她是怎樣 哪會知道 就算你跟她拍拖十年 都是要跟她一起住 你才知道她人的品性 是嗎 不能夠說 她什麼什麼 挺好的 跟別人說 不過她這樣說 我只要聽別人 都是一番好意而已 我突然想要我嫁 我的前途就是 嫁了當然要生兒子 我就可以很安分地生兒子 然後背著兒子去買菜 這個場面 我馬上想到出來 是這樣的場景 然後就等兒子長大 等老公發達 我是不是要這樣 我是不是要過這樣的生活 我真的不行 說真的 雖然我沒有什麼偉大的理想 但是這樣的日子 我未曾想到 要現實到這樣的 我不是想到有這麼偉大 有這麼不是 但是我不是很想過這樣的日子 總之我是不喜歡 好 那就講第二宗 好 關於這個 有人要我嫁這件事 我就不在聖胡老師那間學校教了 我那時候就轉了另外一間學校 是 我是在上海街住 那間學校也是在上海街的 叫做聖彼德小學 那位校長就是一個四十歲 很普遍的女士 她就很喜歡我 是 她就很看起我 所有的教員之中 她不知為何對我的人緣好得這麼厲害 她真的對我很好 那樣都關照著我 我說什麼都可以 這麼好的 人工呢 就是百餘元 第一樣東西呢 多十元 第二樣又不用搭車 是的 還有那個校舍的設備 那些都好很多 那中午呢 她就叫我去她家吃飯 所有教員都是去她家吃飯 就是我們學校的教員 那就是收蚊 當時她有個工人叫做阿球姐 阿球姐煮菜很好吃 阿球姐我想 現在還在這裡 是 我差不多大了 現在還在這裡 後阿球姐嫁了一個有錢人 哇 這麼好啊 是呀 這些是後事 我在養和醫院做護士的時候 就碰到她 在頭等房那裡住 她在那裡生BB 嘩 厲害了 所以一個人的際遇 就是很難說的 是 那阿球姐呢 又很疼我 是 因為她覺得我 我說我沒有 就是我在香港 我是自己這樣出來闖天下 所以美後我在養和醫院遇到她的時候 她就說 她也是叫我近先生 她也是叫老師做先生 是呀 她說近先生 你呢 放假就來我家裡喝湯了 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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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煮一些好湯給我喝 我真的人緣都挺好的 那好了 說到這個校長呢 她是姓緣的 最近呢 一百零幾歲 最近 今年才過世 她的兒子呢 都大了 都跟我不知幾好 所以變成大家 美後變成朋友 就很好 那當時她怎樣對我好呢 她就說 阿根先生 你這樣的人才 她說呢 我介紹一個好的男生給你 那又叫我嫁 哈哈哈哈 又叫我嫁 她說 那這樣吧 明天呢 我就跟同事 即是大家教完 一起去喝茶 是 我試意叫你過來 那你就明白了 這樣 她說 我沒有想嫁 她說 見一下而已 又不想死 是 或者大家對 都好 那我就好 這個就很好 什麼條件呢 她是職屍來的 三十歲 還有她一表人才 那年代 三十歲的男生未結婚 就很少 那年代 不流行 最大都是二十五六歲 那時候的男生 通常二十三四歲結婚 就是正常的 那樣 那樣 她樣貌又不錯 學歷又不錯 她是職屍 還有一件事 她自己開職樓的 嘩 厲害 厲害 那樣貌又不錯 那樣貌又不錯 好樣貌 這些還不加 是 是 是 當時校長 我當然是跟同事一台 那個人全家來看我 哈哈 就在旁邊那一台 直到五上 校長就過來 他說 近先生 他說 我們那台某人 小孩子想去眉天學畫畫 想你介紹他 帶他去畫畫 想你過來談談 你過來談談 他說他那家人真是有頭有面 好笑 一看就知道這個人是有家底 還有一些人是有學問的 有文化 這個男生 沒什麼理由你說不照顧他 對 那樣的條件 這個男生亦都是很大方 跟我招呼 喝完這餐茶 第二天 校長就問我 你喜歡不喜歡 對 那我說 別人喜歡不喜歡我 他說別人喜歡 校長 我告訴你 我不敢 我不夠膽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大陸妹 剛來香港還不夠一年 我什麼都不認識 就算要我跟他聊天 我都不認識 我沒有話題跟別人聊天 我真的不認識 我怎麼可以跟別人相處 所以我不敢 尤其是他 他這麼好條件 他所有的親戚朋友 家人 全部都是這麼好條件 我 我不敢 我不配得他氣 我又不敢 校長說 真的很難說 我說 校長你照樣跟他說就行 我說他不是不好 我喜歡的 我不是不喜歡他 投資不得 我將來嫁那個未必是這麼好的 但問題是 我不敢高攀 我真的不敢 校長就想想 他說你也有道理 他說OK 這些事真的不可以勉強 行不行不行不行 他說你也很坦白 我說是 我自己也不夠了 我怎麼敢高攀 現在都談了這麼久 也讓寶希姐休息一下 待會 待會再見 點讚 訂閱 和按小鈴鐺 那就確保收到最新上載影片的資訊